澎湖县湖西乡龙门后湾海滩5日出现约300名民众,纷纷湾下腰减10岸记海费漂流物,合力守护这片美丽海湾。 中央社107年5月5日中央社澎湖县5日店澎湖海岸线月月都有淨滩活动,林务局屏东林区管理厨与澎湖。 湖西乡公所今天在龙门后湾海滩举办淨滩活动,300多位民众联手清除暗季的海费漂流物,让美丽的海湾重现。 澎湖海费垃圾数量之多,几乎掩盖暗季沙滩,澎湖县政府环保局刚在4月21日配合国际港湾年,动员有700多位居民在龙门后原港暗季动手淨滩, 今天林务局屏东林管储配合公所再度在龙门后原港禁滩。 林务局屏东林管储常张维仪表示,海洋是地球的心脏,森林是地球的肺,海漂垃圾亦造成生态破坏,林管储和湖西公所连续4年举办禁滩。 结合学校、社区、国军等机关团体约300人,正好退潮之际,一起合力静滩,齐心合力守护湖西乡的美丽海湾,同时也欣赏到美丽的海洋。 林管储会同公所进行静滩,共清理减十大批的海票垃圾、保力笼、塑胶制品等垃圾,由公所垃圾车协助清运。 编辑,孙城武1070505林务局屏东林区管理厨与澎湖湖西乡公所5日,在龙门后湾海滩举办禁滩活动,大批民众到场响应,协助重线澎湖美丽海湾。 中央社107年5月5日林务局屏东林区管理厨与澎湖湖西乡公所5日在龙门后湾海滩举办禁滩活动,300多名民众联手清除案记 中央社107年5月5日林务局屏东林区管理厨与澎湖湖西乡公所5日的海沛漂流物,让美丽海湾重险。 中央社107年5月5日林务局屏东林区管理厨与澎湖西乡公所5日的海沛漂流物,让美丽海湾重险。